江南好风景这么多 那为什么皇宫望最后要停留在这儿呢 马斌说浙江 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马斌 活啦 活啦 这话居然活起来了 中国传统室面有多牛啊 看看今年的央视春晚就知道 除了咱们之前聊过的只死其绿之外 易江南也收获了无数好评 江南女子身姿曼妙 手持油脂散入画 画中的行者是桥陀贤步 那桥夫大柴归家 余府江上垂调歌声相贺 读书人停的银子怡然自得 这异曲终了走出画中 不由得让人赞叹是看完春晚 能不以江南 但你可知 他们录的是哪一幅画 又为什么要选这样一幅画呢 咱不买关子 这幅画就是和千里江山图 并驾崎岖 却又截然不同的 另外一幅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富春山巨图 这个千里江山图是十八岁少年的无知无畏 而富春山巨图则是八十岁老者的大吃大志 那如果是你 你选哪一幅呢 但你要让我选 作为成年人 我全都要 就不开玩笑了 哪一幅它都无价之宝 哪一幅都要不起啊 要完了 那我就只剩一幅 阴受灼了 咱再说回这幅画 咱们之前说了千里江山图中的 王希盟的感 而这幅富春山巨图 又是如何看出作者的痴呢 那还得说回这幅画的作者 黄公望 哎 只能感叹一句 在一个惨字 了得 其实啊 这坦白说来 黄公望它开具挺好 它本来姓陆明坚 但还不到十岁时候呢 老爸走了 他就被过去给一户姓黄的大户人家做儿子 因为黄公望自修矣 所以呢 改变叫黄公望 按照理说 他就应该是走那个宝读诗书啊 参加科举啊 光耀门眉啊 荣归故隶这个路说 但没想到 一个擎天霹雳下来了 大宋朝亡了 元朝建立起来 就把科举制给取消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寒窗苦读了数十年 结果告诉你 不考了 你白努力了 不仅白努力了 而且呢 连以后的努力方向没了 绝望了 那相当绝望了 但幸好呢 他呢还真是有才华 二十五岁时候 因为被人赏识 就去做了个小官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书记员 这么小工作 结果当时估计也是年轻气盛 有次他非要穿个道袍汇报工作 被上司说了几句 一气之下 辞官回家了 哼 老子家又不是没钱 没想到 这一下 就让他的人生仿佛下了地狱难度 后来呢 他就奔走在豪门贵族间啊 就要谋求一个好差事 反正还是想给朝廷效力啊 等到四十多岁时候 终于有了个伯乐相中他 转年要带他到京城做官啊 哎 但你知道 比绝望更绝望是什么 就他不断的给你希望 然后幻灭幻灭 就在皇宫望 以为自己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 伯乐被治罪了 他呢也跟着吃瓜糯下了大狱了 而就在他坐牢的第一眼 科举恢复了 他还有哥们就考中了近视 你说这戏剧性人生 跟谁说理去呢 还能说什么呢 那坐了几年牢 将功补过皇宫望再出来的时候 已经年纪五十 人生过半一事无成 还有前科 到这时候呢 他就决定了 哎 这仕途一边去了吧 老子要寄情山水了 就这样 他天天在今天江浙湖一带流流的作画 最后决定居住在这个富春山 江南好风景这么多 那为什么皇宫望最后要停留在这呢 还汇出了富春山居图呢 这叫不得不提到富春山这个地方 这个富春山就在如今的杭州市的富阳区和铜炉县境内 这个地方如果用一个词来改过啊 就是潇洒 而为富春山奠定这个基调呢 就是一条严子灵人 这哥们是汉代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 刘秀发迹以后呢 他也没跟他借光 反倒改名换姓 跑到富春山隐居了 刘秀说 哥们儿老同学来吧 到宫里来 咱俩叙叙救吧 晚上还皇上了一个床上睡觉 甚至还把这个大腿 大的咧脚丫子 放在皇上肚上 看完老同学 人家又回富春山了 安心垂掉 怎么样 够洒脱 够潇洒吧 那其实啊 苗上这片潇洒山水的 它不止严死林黄公望 从南北朝到清代 有千多位诗来到此处 留下了三千多首诗诗 也让这里变成了 如今的前唐疆 唐诗之路的起点 让千年之后的舞台上 我们能一同入富春山居图中 同表演者一起 一江南 好了 关于这富春山居图的 更多故事 它启程转合的命运 咱们就先留到下一期 欢迎订阅 点赞评论 转发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 接着了